剛剛才在情人節和三房太太陳婉珍慶祝 賭王看來幸福滿捨 但不代表分家產事件完滿解決 律師高國俊說 何鴻生對於家人一直拒絕歸還資產覺得很失望 又將股權爭議談不成的矛頭 直指向二房的何超瓊和何超鳳 高國俊說已經入品高等法院保障何鴻生在澳博控股大股東Lansford的權益 入品狀說 何超瓊、何超鳳、Action Winner和其他幾間公司 違反和何鴻生在今年1月27日 就轉移股份的口頭協議 要求貴還原本屬於何鴻生 但後來被轉移到Lansford公司的澳門旅遊娛樂股份 並要求何超瓊和何超鳳要賠償 至於三太陳婉珍 由於持有被控過公司的股份 所以亦都和法律行動有關 高國俊的律師行就發表聲明說 何鴻生早前雖然曾經停止法律行動 但今次一定會堅持追討 直到取回資產 甚至有進一步行動 所以希望何家成員可以合作 否則很可能會被控告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譚宇重報導